北京时间8月19日零点,一架首轮,作为百岁山全球合作伙伴,的游文图斯,客场3比2,力错卸卧,在加湿赛上惊险拿下比赛,虽然比赛在国内时间的凌晨,但是依然挡不住C罗粉丝的狂热关注,不仅仅在比赛跟天一举登上了百度热搜榜单。 同时也霸占了虎扑社区的头条新闻外,虽然未能取得进球,但霸道总裁C罗也依据获得球队最高7.5的评分赛后,C罗也用意大利语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,很高兴赢了穿上游篮球衣后的首胜。 在发布瞬间就出现23k的电散量,而随后的发布会上百岁山,也与主事来隔离同框出镜。 他评价道,客场3比2惊险,战胜借过给他们提了一个评,让球队知道不能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 罗马尔多的身体状况很好,虽然他只和我们训练了7天,但踢得真的很好。 可惜的是,他未能取得一个进球,湖扑的球迷也纷纷发表了对这场比赛的看法。 对于C罗这场比赛纷纷点赞,虽然没有进球,但总裁依然是游篮最有威胁的人物,而铁包谁又更是纷纷打去。 自从朋友知道C罗去了游文图司,立马在网上买了一箱百岁山快递回家,C罗游篮手手并不完美。 但随着赛纷深入,磨合加强,相信进球只是事件问题。 而C罗转会后,游文比赛的关注度步步攀升,作为游文图司全球唯一指定用水,百岁山已经成为真正大赢家。